POP抢先报 打开也是第一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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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知道 对师傅非常生气 怎么了 他忘记把那个 呱呱乐的彩券寄给我了 气死我了 连被诈骗都没有中奖 你专得记不记 多衰啊 那天气很差 那种诈骗手法也太没成语了吧 太不专业了 忘记装那个 那个呱呱乐那张券给我 对啊 现在谈到诈骗 当然大家就会联想到的是 坑亚案啦 是是是 而且就会想到 这中国大陆 这个诈骗现在横行 而且研发日新月异的手法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 这个邀请到的是 端传媒的台湾媒体主编 李志德 哈喽志德 你好 永恒好 师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坦白重关 你有被骗过吗 有 有被诈骗过 但是没诈骗成功 诈骗有 就是我通常接到 这个诈骗电话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直接挂掉 但是你知道 跟他周旋一下 我们做这一行的 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 他的手法 所以我还会大概跟他聊一下 对 你知道 我 我 我听过啦 有人是 就是 骂他诈骗之后 就就被 被那个人就恼羞成怒 就骂得很难听的话 他会反骂你 对对对 然后 可是我听到另外一个是说 他这样骂了他之后 然后 电话那一头 那可能是个新手 非常 非常无奈的跟他讲说 我也是不得已的 我也是在工作 对 所以 真的是 就每一行又每一行难做了 所以呢 所以 我们要来谈谈的是 在大陆其实 这个诈骗的手法 也是无其不由 当然 除了我们 这个之前所介绍到的 我们台湾人的一些的 假警察 假检警诈骗 对 你讲到这个 假检警诈骗 大陆有那种 是给你开 假警局的 好吗 对 像假警局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听过 然后另外包括假银行 假ATM 然后像台湾之前 其实发生过 有台湾有假ATM 对 就是 那个门口刷卡的 对 刷卡的 对 测入你的词条 对 但是像大陆的话 就是这整个是假ATM 就是把你的这个读 这个资讯都读完了之后呢 就假装这个ATM故障 故障 领不出钱来 你就 就认为自己没有损失 就离开了嘛 但是其实你的资料 全部都被测入 所以他就可以 这样子去把它倒刷了 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假银行 看到很吓一跳 因为还真的 这个很花工本 他要设个 租个地方 设个门面 然后安排柜台 还有人穿着 这个行员的制服 还有人穿着一些的 这个保全的衣服等等的 然后真的有人去存钱 我觉得 我觉得大陆 就是说很多时候 站在我们台湾人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大小多少的概念 其实真的跟大陆很难比较 尺度完全不同 对 而且就是说今天 譬如说我们台湾 特别是我们当我们生活在城市的时候 就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银行 它该不该有个警察局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对大陆来讲 就是说我们曾经在 譬如说我曾经在这个云南 当时碰到了一些情况 然后当时向警察求助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 云南的省会是昆明 这个我们从小就知道的 然后但他就想说 这里昆明很远 我说你们这里离昆明多远 他说700公里 就我所在的那个地方 700公里快要两倍台湾的长度了 对对对 就是说他说从 只不过是一个城市离它的省会 对对对对 所以当这个像这样的一个 如此偏远的一个城市 那是一个在接近缅甸边境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 譬如说当它开了一个 突然这个非常华丽的 开了一个这个中国建设银行 或者开了一个这个民生银行 交通银行的时候 你坦白讲 你真的很难去知道 辨别它的真假 究竟它是真的假的 只会觉得说太好了 我八旺有个银行终于来了 我现在可以很方便的去存钱了 然后立马就把钱存进去 因为用很深的台湾住久 以为很多地方就那么方便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同 以前有个同业 在日本旅游 就他把那个护照望在银行 说你们 你们那个油软车先去机场 我到时候拿了以后 我坐计刃车赶去 他坐计刃车的钱 是等于日本的来回机票 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小 就是有台湾小的好处 对啊 但是刚刚你除了说这个假银行 尤其你说这个大小的那些尺度 还包括钱 刚刚我看到那个资料说 短短的这个十多天里头 吸引了两百个人上门 然后存了多少钱 存了十亿元 怎么会 对啊 那大陆这么有钱啊 我想是啦 就是说在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今天设立一个银行 他的那个服务范围 其实非常的广 是 那他可能随便 你要这样想 就是说今天他可能随便 一个线都超过台湾的 台湾的几倍大 而这个线 可能就只有一个银行 那如果这个线 是一个比较负数的线 比如说 有不少的 比如工厂啦 或者是一些 比较发达的产业 服务业的话 那你可想象 那个存钱的那个需求 我想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 台湾人非常难想象 真的 而且我看到的那个资料 还是在南京 是啊 可见得他们的假银行 还不止一处 可能还有分行呢 而且你会觉得说南京 应该已经算是个大城市了 可是居然都还是有 这种诈骗 发生 对 他还是有郊区 因为我们对于城市的概念 真的刚刚这次的讲 就是上海 上海有市中心 也有郊区 上海的城市这么大一个 里面几千万人 对不对 在郊区的话 你说你这个市 就在城市里面 然后他就一样的一个 一样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对 而且除了假银行之外 还有假警察局 有假警察 我看到说这个 假警察去开你的罚单 叫你交钱 然后或者说这个 有人先人跳 然后假警察就出来了 就说哎呀 这个要带到警局 不行啊 不能让我家人知道 然后就给钱 拿钱了事 对不对 可是这个穿 他不是只穿身制服 假警察就了事的 他是开个警察局 这真的很妙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它 谈的稍微严肃一点 就是像这个 诈骗这件事情 像以台湾来讲 我们最常 最近我们所知道的手法 譬如说假冒警察 譬如说假冒警察官 然后就说你的这个 账户被冻结了 然后你必须要把 这些资料提供给我 然后让我来 让我来帮你解除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手法 那我会认为说 像诈骗这件事情 对台湾人来讲 我觉得我们 说是好处吧 就是因为我们 是个民主社会 所以我们对于 公权力的质疑 比较习惯 甚至可能有点过头 就有人认为 我们对这个 公权力的不服从 或是蔑视到了 这个过头的地步 但是这个过头 我想过头有过头的好处 那他可能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对于公权力 我们是敢于质疑他 我们 那因此像这样的东西 就对我们来讲 其实不太 不太容易得手 我们或者说 越来越不容易得手 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 比较能够防止诈骗的原因 那相对的 我觉得跟 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陆 跟台湾的落差 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 今天对大陆的人来讲 一般 特别是一般的这个农民 或者是知识程度 不高的群众来讲 警察是很大的 官员是很大的 那于是 当有一个人 假冒着官员 或是警察的身份出现 你又没有办法 查核他的身份的时候 那这样的情况 特别就特别容易得手 那更不要说 那个法院或是检察官 你只要一亮出这种身份 大家都觉得说 哇这个 这个我实在不敢质疑你 那你怎么说 我就照办 所以我觉得长久之际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事情 讲得很远很远 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 如果要这个杜绝诈骗的话 我想这个权力部门 就是有权力的人的 这个公开透明 我想是一个 要重根建立的一个 的一个基础工程 而且我觉得 最有效的诈骗 我给大家一个秘诀 就是账户从来不超过500块 就是最有效的诈骗 对不起 我炸也只有500块而已 你是 其实你是用心良苦 对啊 不是 你不是没钱 你是故意让你的账户里头 只要这么点钱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回来聊 是 12点45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的星期 广播电台 POP抢签报 我是这样 我是汪永和 在现场接受访问师 端传媒台湾媒体的主编 李志德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我先来讲个笑话 就是呢 有一次摩拉哥国王呢 跑到了这个美国去参观 一个非常大的叫做 室内运动中心 然后那个负责人说 呃 我摩拉哥就成了 全世界唯一的室内国家 哈哈哈哈哈哈 摩拉哥总共202公斤 你刚才盖一个巨型的 浴室内运动中心 你轰了吗 我先来讲这个笑话 就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 跟这个大小是有关系的 对 对 会不会有个地方 见见见见见之后 就发现说 连在一起了 哈哈哈哈 这都要告诉我们 这个是什么样的讯息 对 我想这个礼拜 我们比较推出了一篇报道 主要是谈这个深深圳的填海 那呃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这其实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这应该说 从开年以来 呃 包括我们讲北上广 就北京上海广州的 这个房价突然飙高 那飙高当然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政经背景 在这边就先不多说 是 但是因为对于房地产的 这个急剧的需求 哦 所以使得像广州或者是深圳 这样子这个中国的 这个一线城市哦 开始去想办法要这个增加 土地的供给 地不够用了 对 那对深圳这样的 这样的地方来讲 那他立刻就会想到 就是要去填海 所以在3月2号的时候 这个深圳市委书记 就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谈到说 他要深圳将来 会推出一个 55平方公里的一个填海计划 那这55公里 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是一个半澳门的大小 那或者是说 在过去30年当中 深圳的填海 一共也才这个100平方公里 所以他接下来 在几年当中 他立刻要推出的一个项目 他的差不多就是 过去30年填海总额的一半 对啊 而且他们深圳说 你们香港叫什么叫啊 你们可以填海造机场 我们不行啊 对不对 问题是这个 以香港100年的填海历史来看的话 也不过才造了几公里 他们也不过才填了70 六平方公里 你这一下 我们大陆人都不行啊 所以就是跟他志德讲了 那个大小的规模 跟我们的这个感受 对 想象真的差很多 可是那这样填 可以吗 对啊 不管是在技术 或者是各方面来讲 在生态各方面 都有影响嘛 对不对 我想技术上 大概应该 应该不是问题 其实包括填海造陆这件事情 包括深圳 包括澳门 澳门 澳门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澳门三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这个澳门本身是一个半岛 它跟珠海连在一起 然后往南是这个澳门跟陆环 是 它本来是两个离岛的 它现在填海 把澳门跟陆环连在一起了 然后现在那一条叫做金光大道 就是专门开赌场的 是哦 对啊 因为其实大陆的填海造陆技术很好的 一些南海的小岛 不要填成都比太平岛还大 越填越大 对啊 我没想到说那个赌场的 是填海造陆造出来的 对啊 对所以难怪那些都是那个全新的建设 所以好 那可是他现在这样填 不会有人有意见吗 是啊 不我想主要的主要的意见还是在于说 呃这个填海对于这个大陆 呃对于这个沿岸的这个生生态的一个影响 对 但是我觉得生态跟这个经济发展 当然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是一个 这个互相拉扯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对于深圳这样的地方来讲 其实填海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吸引力 就是当土地高的时候 当地价高的时候 你填出来一块土地 然后他就他就可以值得值个天价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填海的这个动机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 没错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波填海的计划里面 主要在游说深圳市政府填海的一些的一些这个你说专专家或是专业人士 其实也也对于这一波填海其实除了交通建设以外 还是希望把它开发成这个高档的面海的一个的一个住宅区 因为他讲了一句很直白的话 就是说今天这个住宅有海景的住宅跟没有海景的住宅价差是三倍 差很多 对 但问题就像你讲的 他对于这些环境生态 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反对的呢 我像这个部分其实比较多 其实是在香港 就刚刚用和提到了 就是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填海造陆也是这个香港政府取得土地的方法 但是在大概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 香港有开始有许多的保育团体注意到了这些个别的填海计划 然后本来是有一些 譬如说这个地方有填海计划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居民就会组织起来去去反对 或者是要求政府能够能够这个更谨慎的考虑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呢 在香港有一百多个关注填海的这个民间组织 后来串联起来 然后然后开始去游说特区政府 通过了一个关于填海造陆的一个的一个法令 那在这个法令通过之后 香港的这个填海造陆就受到了极大极大的限制 甚至还出现了这个违约 然后这个让这个香港是香港这个特区政府 要赔偿给开发商的一些例子 香港政府违约赔偿 对就是本来这个填海计划 后来不能填 对你不能填了 对那你就被迫要去 你本来承诺了开发商说 你填海了之后有若干经济利益吗 那那就现在就没办法填了 就就变成还是要陪他 可是你们这个文章里头也提到说 其实这个全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都在躁动不安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意思是说这个其他城市可能也会因此而做些什么吗 那我想是就说填海造陆这件事情 跟着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是联动的 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就从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本来就是从沿海开始的 那当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土地价值就会高 那当这个土地价值高的时候 就会给市政府一个强大的去这个填海造陆的一个动机 所以所以现在那些内陆的城市非常哀怨 你们填海造陆那我们不领海怎么办 我不能把长江填起来 对啊 但是问题是你想想看 那个填海造陆的如果又是拿来做那种面海的豪宅的话 那个不是又推升了房价了吗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一线城市的这个对于房屋的需求 始终是一个强需求 那这个东西其实牵涉到一个更复杂的一个人口 就是说今天中国大陆这么多人 都不断的往这个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在移动 那在这个不断不断移动的过程当中 这些新加进来的人口就始终的维持了房价的需求 那这个也其实也造成了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这个北上广这些城市 房屋的泡沫情况实在太严重 但这个泡沫始终不破 我觉得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一个经济因素在背后 可是这有个危机 一旦这个泡沫 他们大陆前一阵子我看 他说很多地方有些地方叫鬼城 因为它造出来之后没有人搬进去住 整个城市都是空的 那当然都不包括北上广 可是如果它的泡沫破掉之后 这些所谓的造出来的地 这些房子会不会未来也是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内陆的这个经济 经济泡沫破掉的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是现在进行 但是比较诡异的就是说 大陆是一个严格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地方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接下来的发展其实还蛮值得观察的 对啊 可是问题是填海造出来之后 不能说不需要了 我把地再挖掉 这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觉得大陆的房价还会再往上升吗 是吗会吧 我觉得有地区的差别 会存在地区的差别 所以这样北上广还是会继续往上升 北上广现在看起来 而且它不光是涨 甚至是疯了的往上升 北上广 北京上海广州 对 那问题是大陆不是一直在这个打房吗 打房是 但是这一波的这个房价上涨 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 要把渔屋 消化掉 就消化掉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需求就是 还是那种 从这个二三线城市 或者是乃至于农村 不断的涌进城市的人口 推升了买房的需求 就是支持的这个需求 一直让它没有掉下来 这跟国内的情况差不多 其实说我们这次的这波 这波房屋这样的一个交易冷落 事实上受影响还是比较偏远的 就是越是偏远的 就是因为你这个蛋黄区 对 一定有它的抗跌性 是没错 可是你如果提到说 它是要消化渔屋的话 就代表说市场的供给面是大的 所以我还有那么多余物需要消化 那应该按理来说 这个房价还是 这个再买方市场会比较多 我觉得这个要看 就是说接下来 看一些新建案开工的情况 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一点点资料 看起来现在新建案成立的状况 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对 看起来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新建案 陆续陆续可以加进来的话 大概才是整个大陆经济脱离 这一波下行风暴的一个指标 因为大陆在去年等于是硬着陆 还不是软着陆 对接近 或者大家就说经济下行 对 因为大陆的整个经济 其实也是在往下走的 过去因为大陆大家的概念里面 通常都是持有 而不是拥有 现在也是同样的概念 对不对 还是说 大陆买房的其实跟台湾概念不一样 就是我们买房的话 两张权状 两张证明 一个是房 一个是地 但大陆的话没有 就是土地是没有持份的 土地还是国家的 对 你如果要这样算的话 其实大陆的房子 比台湾事实上更贵 因为 它只有房没有地 对 然后价钱是一样的 但你房子住到毁了 对不起 那地是别人的 再重新再买一次了 因为它是 现在是60年 或者是说60年或70年 对 拥有 对 那像我一个亲戚在大陆就买房子 然后他就问说 那你现在买 我买这个东西这个70年 那70年以后呢 后来那个销售小姐 一下也讲不出来 就跟她讲说 这个小姐 我们中国建国也还不到70年 谢谢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好 非常感谢 你记得来到什么当中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